我刚才去南厕所上了一个厕所 我刚才在结账的时候买了一个Jay 今天的午饭 大盘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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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主要你 最剧场 昨天看完韩剧 今天就制身韩剧 剧场 早上去洗个车 你们一般多久洗一次车 我们可能半年吧 我们之前开的是白色的车 白色的车好像特别的耐脏 然后就怎么都看不出来它脏 我觉得一年洗都可以 没那么夸张 反正就是很久才洗一次 后来我换成黑色的车 我黑色的车真的是巨不爱脏 就是巨显脏 因为洗完没两天 它就脏了 但是由于我们又很懒 它平常偶尔会自己在家里边 用高压水枪去冲一冲 但是也坚持不了多久 所以我们今天实在看不下去 我们车的脏的程度 所以我们决定今天去洗车 然后看了一下最近天气一报 天气 不是看了一下最近的天气 我怎么说 看了一下 据一半 混过去算了 然后好像没什么雨 所以放心的去洗个车 最烦的是什么 我们家最近门口有一些construction 就是修路 不知道是买管子干嘛的 所以门口扒的都是土什么的 你开车过去也是容易脏了 今天的天气特别的好 天气好棒哦 OK 帮他去洗吧 走 去等着 我刚才露了半天 明天我压根就没按 开路线 我在这说了半天话呢 哈哈哈 车起完了 有种焕然以轻的感觉 看我的车超干净 然后我现在准备去一趟 吹吹酒 然后买点面包啊什么的 今天天气真的是超棒 就是有点晒 最近就只能趁着早上出来 下午真的是聚过 中午一过12点一过 那天真的是没法在户外待着 我昨天下午出去去costco买了一个水 那真的是一秒钟就能给我融化了 太热了 就是95华氏度 真的是 那是真的大烤箱似的 买个这个小盘桃吧 太热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超好吃 尝一下吧 先把手擦一下 我们刚才在结账的时候买了一个这个 在出发之前先把它尝一下 你们车上会放这种防晒衣吗 这个是薄的一片 应该吃起来没什么出发 我这边的椅子都感觉很脏那样子 因为你脏 你在哪里来的 我说我一个清淡的人 我这样给你撸出来 你咬一口吧 好吃到发出了猪酱 你别拍啥这个声音 它不甜 但是它很salty 但是它很酸 好吃的 那边这个吃 OK 酷花 好吃 它嘉欣也挺好吃的 就不是特别甜 不是那种厚甜的那种 它好吃好它是 individual package 对 所以你吃完一个 你那两个还能再放 我们之前买过一个 它里边是含Hazel的大颗粒的 那个也挺好吃的 对 往左边换一下 去供葡萄买一盒吧 这个吧 一块够吗 过来 我要找着买一个蕎麦面 拿这个 小红帽 我是狼外婆 这一单里边 我又补了点宽粉 上次我不是跟你们分享说 我买了好多宽粉吗 然后好多人问我在哪买的 就是在小红帽买的 我这个化妆棉美了 所以我就一次性多 囤了两瓶铺子的小米锅巴 戴科的这个防晒 我的那一瓶快用完了 所以我就买了一瓶 Canmake的睫毛膏 它是那种酱果色的 还有一个眼线笔 这个是 让我好好给你回忆一下 这牌子的名字 这叫啥呀 就是他们家那睫毛打底膏 特别好用 那牌子叫什么 我想不起来了 反正就有 然后剩下的全都是 这个宽粉 哇 太好吃了 叫做薯芝梦 这个厢子 这个厢子 就是有点吵 我刚才去男厕所上了一个厕所 啊 因为女厕所有人 我别的受不了了 我看男的都没人 我就进去了 oh my god 但是它是单间的 就是我进去可以把门单独的锁上的那种 I think it's fine I think it's fine How's my son doing? Good? Yeah Yeah Mom and dad is taking it to East Street Paris Yeah Very beautiful 外边现在真的是狂风暴雨 真的是雨大的 不要太可怕 今天的午饭 大盘鸡 这是我老公做的 搬了一个黄瓜荷兰豆 米饭真的晚了 米饭到现在还没好 我先偷吃一口鸡 好吃 好香 哇好需要米饭 这个鸡简直配米饭简直就绝了 吃一块土豆 你们能听见外边的那个雷声音吗 我真的很幸福 我住在她的家里 真的 Oh my god 我们俩回来的时间刚好 对 大家别忘了喝你的这个 哦好事 你给你喝这个 你会在几个小时 哇塞 雷打的感觉天都要塌了 哇塞 外边这个雷真的是 里面好像有一个鸡心和鸡针 是吗 那我得找找 因为我本来想给狗吃的 我想说 给你留去吧 这话说的 来了 来了 杜逼害怕打雷 所以她就钻在我们脚底下 躺在这儿哪儿也不去 杜逼啊 小蛋不害怕 小蛋有她自己的窝 睡点停啊 是不是大面 嗯 一点都不可怕 对不对 但是她害怕放炮 谢谢 我的天啊 我近期就失败了 什么狗 把这个车窗开着 应该是她迅速进去 买那个 哦我看到她了 好可爱 夏天看见把狗哥放在车上 有的时候就很着急 它没事 它把车窗都开着没事 那天我们去H-mark那个太过分了 我点了杯Decaf的Iced Coffee 然后 要了一个Hem and Cheese Cresson 这个是我最爱 我饿了 感觉好吃 新麦克的Decaf是我觉得所有Decaf最好吃的 那你男的上车的时候还给他给我打一件招呼 我上车也会给我的狗打招呼啊 我是绝对不会让狗一个人在车里 然后 现在星期天 所以我们决定出去吃饭 事前想后 也不知道要在家里边做点什么 所以我们决定出去吃 去吃一个寒餐 这家寒餐厅的那个环境啊 其实一般就是看起来也脏兮兮的 但是就感觉是特别local的那种寒餐店 它最主要就是餐食非常好吃 就是这家 他们家里边还有一些海鲜可以吃 就是他们家没有英文名 再给你们拍一下这个门头 就长这样 你们可以来吃 真的巨好吃 我的最爱 这个应该是他们家的餐厅名字吧 反正他们家的这个location 我给你们再拍一下 真的很好吃 谢谢 这家店真的是 就是感觉特别特别好 点餐的阿姨啊 然后整个进来的人 就是那种很韩国气氛 很濃厚的 就让你昨天看完韩剧 今天就置身韩剧其中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真的很好吃啊 嗯 真的很好吃啊 非常好吃 好好吃啊 是啊 很棒 是啊 这个也是我的最爱 最近看上一个靴子我不知道要不要买 整个人很纠结 因为这个靴子它不是那种低腰的 它是那种高筒靴 我上一次买高筒靴大概是 就是那个时候还特别流行SW那种很很长的那种过膝的靴子 然后我给你们看是哪一双啊 就这个Ganny的靴子 然后它这个靴子你看它蛮高的 基本上在膝盖以下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鞋子的鞋型也有点像我去年买的BV的那双鞋子 我在FarFight上看的 这双鞋在官网都已经断货了 就是很纠结 怎么办 看要不要下手 买吧哟 我买了啊 我决定把它买下来 等待收获 到了以后给你们分享这些上脚效果怎么样 哇好大呀 真的好大 三桌层 前面给你们分享两件这个是我昨天还是前天收到的Everlane星系的两件毛衣 现在就是说话什么都就特别爱喘 稍微感觉一口气没倒过来 就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喘 这盒子都直接炸开了 FarFight系的还蛮快的 哇 不知道大小号怎么样 赶紧上脚试一下 还真的蛮高的 就不知道它卡膝盖不 我看很多人就是有review说这种高靴子就特别容易卡膝盖 来 我们一起试一下 这靴子比我想象中的要轻 因为我去年买过 来 哎呀 刚刚好 我走远点来看看 好看啊 是不是显得腿巨长 我的妈呀 显腿细部 来 我们一起在镜子上看一下 比我想象中的轻多了 目前来说没有什么卡膝盖的感觉 哇塞 这也太显腿长了吧 我上面就穿了一个奇心裤 中间露一个大膝盖 好看吗 它真的一点都不沉 就是因为你知道我去年不是买了BV的那双靴子 BV那双靴子真的是跟两块砖头一样 比砖头还沉 但这个就是正常的那种 运动鞋的感觉 是不是显得我还蛮高的 你看 它有一些些空间 不注意直接塞的很满 所以它真的修饰小腿的效果真的很棒 我现在来看一下它拖好不好拖啊 拖是个问题 完蛋了 好难拖 好难拖 我的天 拖是个问题 穿比拖容易多 拖有点费劲 拖需要有点功夫 但是这种靴子没办法 它旁边又没什么拉链 它全靠旁边的松紧带 这个芹菜是我的牛屎鸟 最大的芹菜 它在抱怨芹菜不好 芹菜 分享一下干净的这双靴子 但是好看是好看的 因为它这个靴筒 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窄 过两天 如果再套一个 Lagging 或者套那种窄腿牛仔裤 应该也是可以塞得进去 然后我们看一下 Everland寄给我的这两件毛衣 去年出的款式 今年出了新色 就是这件 大家应该不陌生吧 就是有点像衬衣领子的那个毛衣 我去年特别喜欢这一件 去年我有一件用那个燕麦色 然后他们今年出了这种紫罗蓝色 就是这样 还挺显白的吧 前面有半拉链 这样子套头的毛衣 出现针织的 就可以当这种毛衣外套来穿 而且这个蓝也挺好看的 就那种baby不如 也是那种蛮显白的蓝色 我给你们看一下小袋 她太可爱了 她最近是怎么了 太黏我 好 那我就把这周围收拾收拾 我就要去吃饭了 拜拜大家